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的亚洲行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回去了 那么这个东协的高峰会呢 他最后其实还是没有参加 虽然他有到这个菲律宾 那么在东协的高峰会之后呢 还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还要继续的持续的展开 包括在台湾来讲 我们最关心的RCEP 就是说东协10加6的这个经贸的自由贸易协定 在TPP因为美国的退出而没有办法取得进展 那么日本呢 现在呢 有一个新的策略就是提出了CPTPP 换句话说 剩下的国家继续进行 把跟美国相关的东西先稍微冻结 那么目的是说呢 我先成行了之后 等待川普回头或者是川普下台之后 换了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回头 那么这是TPP声变呢 可是呢 另外一个在亚洲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东协国家 再加上六个其他的重大国家 包括像中国大陆啊 印度等等啊 六个国家加在里面的这个RCEP 这个进展呢 也是会影响深远 可是在这一次的东协会议里面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的是 当然是中国大陆呢 也为东协的未来 东亚的未来 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图像 还有包括时间表 这一点有一点让我觉得忧心忡忡 就是压力很大 怎么说呢 就是我刚刚讲到了这个经贸协定的部分 李克强呢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总理 李克强 他在参加东协会议的时候呢 他特别的提出来 就是说呢 未来他在这个十加三的 他在东协的跟还有包含中日韩 十加三的领导人会议里头 提出了李六点 提出了六点建议啦 那这个六点建议里头呢 他就包括了就是说有关于我刚刚讲到的 在这个经贸的部分呢 要来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欧盟的前身 就是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 那过去呢 也有人因为欧元啊 因为欧洲整合的经验 大力的提倡 就是说同样的想象嘛 那亚洲是不是要有亚元啊 那亚洲是不是也可以学习这个欧洲的经验 进行进一步的区域整合啊 包括我们的前副总统肖万长 大家记不记得他也曾经提出 两岸的这种经济共同体的相关的一些建议跟愿景啊 但是呢 当中国大陆主动提出 那过去呢 因为亚洲国家里头的大小国力 彼此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内政的很多的制度 各方面不像欧洲他们其实很高度的一体化 或者是说他们的共同性很强啊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在亚洲要推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的遥远跟困难啊 但是呢 当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正视他就是说 好像不是只是一个空想啊 愿景啊 梦想啊 建议而已了 因为他还讲 他还讲出时间表 他还讲2030年 是不是我感觉怕死了 所以说呢 这个 中国大陆呢 在推出一带一路之后呢 还有在亚洲里头呢 他要强化他对亚洲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啊 那还要趁势呢 他在经贸上面的高度的一个筹码的时候呢 发挥他所有的影响力到极致啊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提出来了 就是中国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愿景啊 那在这里的愿景里面呢 要把过去的2加7合作框架2 就是两个政治共识7 就是7个领域合作 升级变成3加X X就是无限多嘛 各种所有的领域啊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也倡议啊 李克强也倡议就是说呢 他在这里面 他的谈话里头 讲到东亚经济共同体要 一个宗旨就是 哪一个宗旨呢 地区经济一体化 两个原则 就是东盟中心的位置 跟协商一致 开放包容 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的方式 这两个原则要继续的坚持下去 就是说每个国家都舒服的时候 才会接受共识啊 推进三个层面的合作 就我刚刚讲到了 10加3 就东盟加上中日韩 还有呢 中日韩 滥沧江 媚公河 东盟东部增长区等 然后呢 六点建议啊 就是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 要逐渐的推向 单一市场 二 扩大产能跟投资的合作 要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链 还要加快数字经济 就是我们讲的数位经济 绿色经济 共享经济 智慧经济 智能经济啊 就是人工智慧 三 你看我刚讲这些都是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全球领先的 加强基础建设设施的 相关的合作互联互通 哦 他还要订东亚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 哦 我的妈呀 这很严重 这很厉害 四 因为我最近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然后 哦 好 四 深化金融合作 有没有啊 你又要产业 又要这个互通 金融 这是一定很重要 要打通任途二脉 然后五 加强 可持续 什么叫可持续 就是台湾讲永续 永续 而且普惠 普惠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穷人 有没有 都要照顾到 不是只照顾到金字塔顶端的 我们最近不再讲普惠金融吗 等等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是人文交流 好 好 今天请来专家 那除了 除了这个重点之外呢 还有就是川普 他在东协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这一次呢 他的亚洲行里面的一个 大家关注的 就是他的印太 就印度太平洋的这个联盟 他又在里头倡议了 好 所以呢 旧的南海争议里面 还有哦 这一次呢 也是中国倡议的哦 中国大陆都宣布要启动 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好 这些重大的议题 今天为大家请到 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哦 这几年来 他真的是台湾最厉害的专家 专门在研究这些哦 政大国关中心 大家很熟悉 常来上我们节目的 刘富国教授 刘老师 早 李文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哦 你终于有时间来了 我跟你讲 刘老师哦 很忙的 他第一个 全世界到处飞去开会 然后在台湾呢 也在开会 你有开不完的国际会议 好 来 我刚刚讲了很多的问题 你要从哪一点开始 你要从东亚行为准则 开始讲起吗 可以 好不好 你跟我们讲一下 这不是东亚 南海讲错 南海行为准则 怎么办 因为之前 那个 其实是马英九先倡议的 可不可以这样讲 要做一个类似 好 不能这样讲 好啦 我们这个太帮自己宣传了 好 你来讲一下 南海行为准则 是 这个上个礼拜呢 整个礼拜 因为川普在东亚访问五个国家 那参与了两个重要的这个区域盛会 就是周末的时候呢 在越南参加这个APEC高峰会 那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呢 是在马尼拉 在菲律宾呢 参加东亚高峰会 那这个东亚高峰会的这个系列呢 是非常复杂 因为每一位领导人 比如说大陆领导人这个之一啊 就是李克强 代表中国去参加这个东亚高峰会 那这个东亚高峰会之外呢 他们例行的都有一个东协加三 也就是十个国家加在一起 跟日本 中国大陆还有韩国三个国家 另外一个一个系列的东协加三 那除此之外 这个东协十个国家领袖还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 韩国以及印度领袖啊 来做一个十加一啊 就是分别啦 对分别 就是东协加中国谈一个 中协加日本谈一个这样分别谈这样 所以说这个是每一年呢 这个在区域里面最重要的盛会 就是十几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 先从多边的开始谈 再来谈双边的议题 那当然这个立文刚才点到一个 关系区域安全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这个李克强在这个昨天呢 跟东协十个国家领袖 正式就南海行为准则 表态就是要准备进入正式内文的 那个在大陆呢叫暗文啊 就是这个条约文字的这个磋商 那因为在今年早先的这个磋商当中 双边呢 就是中国大陆跟十个国家的 这个外交官员 正式决议就是形成了一个 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的草案 那这个讲到这样子一个过程呢 我想台湾的民众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 2010年的6月 这个当时马英九的政府呢 跟这个中国大陆政府 就这个两岸的经济合作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ECFA 也就是说在这个具体内容谈判之前呢 我们先形成一个大方向就是一个框架 我们台湾是翻译成架构啊 大陆是讲框架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十个国家呢 他们在南海的问题上观点是很不一样 而且这个一直都没有共事啊 所以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啊 大概有二十几轮的这个 就是资深官员的这个会议 以及这个工作小组的努力啊 终于把这个框架 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到底南海的问题有哪一些议题呢 应该要放出来 就是结构性的 所以呢 他们现在在今年早先会议之后 中国大陆跟这个东协十个国家代表 共同约定这个行为准则框架草案呢 先列入机密 就是不对外公开 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框架 也就是说有方向 有具体的这个目标 但是具体的内容啊 因为双方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很不同的意见 那等一下呢 我想可以谈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 因为我们台湾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形势的变化当中啊 基本上前几年我们在讲说 台湾在南海被边缘化 但是现在呢 在我们政府基本上是冷处理 完全不管南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的感受是 不仅已经被边缘化 而且逐渐要从这个 这个南海的这个雷达幕上 即将快要消失了 也就是说谈判不谈判 对台湾来讲 而且他们这些国家 在考量这个整个南海形势呢 已经不在关注 到底台湾的角色在哪里了 没有错 就是说我从这个川习会 然后到这个习近平跟安倍的会议 这一连串下来处理两岸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他就是让 就是有点让台湾消失 就是说在台湾所有的国际议题上面 不让我们有任何发言的空间 然后也不让其他的国家打台湾牌 那回到这个刚刚刘富国教授呢 在跟我们讲的南海行为准则 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 你想想看在杜特蒂上台之前 菲律宾总统才刚刚那时候的情形是 大家对于中国大陆在南海造交造岛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高度的警戒 而且引进了美国的势力 那么在菲律宾提出这个仲裁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是输掉了 结果在这样一个局势底下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越南啊 菲律宾啊 拉美国的力量啊 其实是要压制 抵制中国大陆在南海的种种的行为 跟介入啊 可是杜特蒂上台之后 整个呢大转弯之后 再加上川普不感兴趣 所以美国在这里的态度 只剩下就是说 他维持一个自由航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啊 那发现呢 中国大陆呢 在这里头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从一个大家要共同抵制压制的对象 变成好像有一点在主导的 的一个力量了 那由中国大陆提出 由中国大陆主导来进行 跟这些国家们 虽然大家的旗舰很深 可是毕竟这个局势 跟我刚刚讲到说 他在仲裁里头输掉 被大家围堵 然后现在变成他主导 要来谈南海行为准则 这中间也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却差别这么大 天差地别耶 然后美国川普很好笑 他在那边发表的公开演说是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我协调啊 谁要找你协调啊 他讲的很好笑 就说一副局外人的样子 我很会协调哦 我很会仲裁哦 你们要找我协调跟仲裁 跟可以哦 你想想看 这些东南亚国家作何感想 然后中国大陆非常的积极 现在变成是说 已经开始正式在启动 对于内容的讨论了 继续请教那个刘富国老师 是这个立文刚才说了说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转变了 也就是去年7月12号这个南海仲裁的这个裁决正式公布 也就是说经过三年半的这个仲裁庭的审理 最后呢在7月12号公布 当时呢如果听众朋友大家记得 我们总统府就是蔡英文总统正式发布 就是说不能接受也不承认这个裁决对我国所产生的任何法律的这个效力 那那个时空环境呢 当时因为在7月12号之前呢 中国大陆基本上在区域里面非常不受欢迎 因为菲律宾是跟他跟这个中国大陆是对着这个 直接就是冲在这个南海议题上冲撞 把美国势力引进来 把日本的力量也引到这个南海 那这个东南亚国家整个在一起啊 这个除了少数比如说柬埔寨 辽国 缅甸 对中国大陆在南海呢 是比较导向这个支持的一方啊 其他国家基本上对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扩张 还有他们的这个填海遭入表达高度的忧心 跟这个国际社会啊基本上连在一起 所以说在这个情势非常奇怪 就是去年7月12号之前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困境非常多 可是去年的6月30号就在仲裁要出来之前 不到两个礼拜时间 菲律宾换了新总统 换了现在的杜特蒂 那杜特蒂呢 我们观察他一年多来的这个施政 以及他的政治理念 他是一个非常务实 虽然这个菲律宾长久以来 受到跟美国之间联盟的影响 那在观察上面 基本上是亲美国疏离中国大陆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对抗 但是杜特蒂一上台以后 他马上讲说跟中国大陆对抗到底啊 最倒霉的是菲律宾这个菲律宾老百姓 会受到这个最大的冲击 所以呢他就做一个大的转变 去年10月呢 他就对这个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 扭转了这整个局面 那当然刚才这个利文形容这个整个区域的形式的转变 短短的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中国大陆在这个整个外交的布局啊 他这个仲裁之后 因为中国大陆全面全面这个败北 15项提议14项呢 这个仲裁庭都判这个大陆败诉 那在这种时刻 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是最有最具有影响力 举途轻重的这个其中一方 其中一个国家 所以说在这个仲裁出来全面败的情况之下 所有国家都不敢再造次啊 也就是说怕引起区域的军事冲突 因此呢这个这个局面 其实一个大逆转 包括这个杜特地 包括这个川普的上台 对这个南海没有太大兴趣啊 让这个中国大陆积极的在外交上部署 所以说整个南海的形势在过去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逆转 因此我们好像听众朋友 感觉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当中啊 南海本来是像这个烧开水一样 已经快要滚了这个阶段 突然好像又降温下来 大家都在问说 这个到底会持续多久 或者是问说 为什么会变成突然有这个情况 当然我想很重要一个因素 就是中国大陆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他们的这个外交呢 真的是在东南亚深处的杂根 一个一个就就拉拢拉拢过来 那特别强调这个双边的合作 那跟杜特地的之间 跟这个越南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会谈 保持非常密切的这个合作 那当然中国大陆非常理解 在南海的整个发展情势 只要把菲律宾 只要把越南摆平的话 基本上南海的这个情况呢 就会比较稳定 那这个整个东协内部的讨论 因为他们是寻求共识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方的表达不同意见 东协的这个南海政策呢 就会跟中国大陆之间会有不一样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越南跟菲律宾呢 在这个南海政策上 基本上都保持比较低调 比较不采取挑衅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在国内 比较少去注意到 到底中国大陆外交跟菲律宾之间 跟越南之间到底推进如何 那尤其是在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在这一次去这个 呃县港 就是越南的县港参加这个 呃APEC的高峰会之后呢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接着就对这个辽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 那这个都是在这个十九大之后 这个整个这个权力集中 还有这个他的声望 到了高点以后 他就访问越南了 我们在这个国际新闻上看到 非常多具体肢体语言 这个越南方面呢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政府的高层 他们的总书记 他们的国家主席 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这个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 真的就是形成了 虽然底下这个战略 呃彼此有深刻的矛盾 但是呢在这个形势上 双方呢是以和为贵 大家就拉拢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简单来讲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也许不太熟悉 南海行为准则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周边的国家 东协十个国家跟中国大陆 要在南海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也就是大家都应该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就会再问说 哎他们在谈判 台湾也在这里面 台湾完全是这个局外人 如果说他们行为准则谈判 慢慢的这个完成了以后 那台湾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我们政府是一个严厉的挑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呃感觉 我们政府呢 似乎完全跟这个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的 也就是说在政策上 不仅从来没有表态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明 那甚至就是说 对于何去何从 在南海上面呢 也没有很明确的 这个展现出我们政策的论述 这一点是在短禁当中 就是中国大陆跟东协 当然这个谈判正式要启动以后 到底要谈多久 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会根据这个实际的外交形势 来决定什么时候要谈成 因此啊 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其实它就是关系着这个整个 亚太区域的这个稳定 所以说目前呢 这个等一下也许我们还会延伸 刚才立文一开始就就介绍 这个这一次这个东亚的这些峰会 川普跟安倍 建了三在三个城市见到面 而且呢又跟这个印度的总理 还有这个澳洲的总理都见面啊 他们要形成一个新的这个亚太战略的这种联盟 所以说南海的这个未来发展会跟这个联盟 到底会不会慢慢的趋向落实 它其实是息息相关 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川普呢也是非常非常特别 也就是说川普到第一次到就任总统 第一次到东亚来 它其实呢完全没有所谓的亚太战略 这个所谓印太战略的形成呢 基本上是被这个安倍推着 慢慢的好像是被动接受 但是呢没有具体内容 换句话说今天他不像这个中国大陆 长远的一慢慢的布局 下了很多重要的棋子 跟过去很多的准备啊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请教刘富国教授 我是主持人郑立文 今天为各位请到现场的是 政大国关中心的刘富国教授 在台湾研究印度 还有东南亚南海 最深刻的一位学者之一 那么刘教授刚刚跟我们提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东盟的峰会呢 其实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比坦白讲我觉得比APEC重要多了 那在东盟峰会里头有几个大的重点 我们必须一一来关心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南海行为准则 这里是天差地别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么中国变成是被大家为欧 变成是一个主导的力量 而南海行为准则的讨论当中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被排除在外 美国也被排除在外啊 因为它只有东协加一嘛 日本也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这个感觉就差很多了 那刚刚刘富国教授呢 也已经点到了 就是说好 你想想看 在南海这边的势力的消长 有如此戏剧化的改变 像之前那个美国的那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每次讲到南海的时候都凶得要死 好像明天就要打中国的感觉 结果现在你看差这么远 好 那这一次呢 由这些年来 日本一直主推的 然后这次安倍也是主推的 可是因为川普已经积极的呼应了 就是说 当我们讲到南海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说 从东海到南海到印度洋 也就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 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 另外的一个连结 这个钻石的连结 日本美国 澳洲以及印度 那请这个刘富国教授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就这个四个连结 你怎么看 这次川普呢 那个呼应到这个 印太战略的这个构想 当然这个印太战略构想 让我们想到说 川普这个人呢 现在担任总统 到现在就是1月20号上台 到今天已经超过10个月 大概在10个月左右 可是呢 他要出发 离开华府的时候 很多记者都在问他说 有没有明确 亚太政策 或者是亚太战略 基本上他是没有的 那现在在谈 这个印太的战略 基本上就是 似乎这个形式上 看得出来 是安倍已经准备好 跟这个印度 跟这个澳洲的领袖 大概准备了一个概念的雏形 等到川普一来以后 就不断地在向这个川普游说 把这个印太的战略 这个构想呢 加在这个川普的这个身上 所以到后来 川普经过这个访问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现在到了这个 这个越南之后呢 才在这个旅途当中 接受记者访问 提出这个印太战略 当然大家会很有兴趣去问 什么叫做印太战略 简单来讲 就是地理上 把这个印度洋 跟这个太平洋连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讲亚太 也就是说太平洋 亚洲这边 跟这个太平洋的另外一方 就是北美南美 把它连结在一起 所以叫做亚太 但是现在的这个概念 已经推进到这个印太 当然这个印太的概念 也不是安倍自己创的 因为大约在十年 左右十年前 这个澳洲 印尼 印度呢 各位想想在地理方位上面 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船只 重要的这个航运 从印度洋 要进入太平洋 都会经过 这个穿越在澳洲 这个印尼 印度 大概都是这几个国家 所以他们这几个国家 很早就对这个印太的 战略概念呢 提出不同的这个政策论述 那早些呢 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印太 概念啊 在欧巴马时代 没有完全的接受 也就是说 形式上呼应这几个国家 但是还不像这个川普 这么斩钉截铁讲说 是印太战略 那当然 其实这个印太战略 这个区域战略的 这个地缘战略的行程 最主要是中国大陆 慢慢在这个实际的经济发展 以及现在的这个海上石熟制度啊 我个人的观察是把它连结在一起 最主要的一个内涵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快速发展 它最需要的能源 它的能源最主要都是中东 还有非洲 这个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 还有各种的金属矿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老百姓 一般比较不太注意的 就是说非洲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矿源 这些都是在高科技发展 重要的这些工业发展 需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 这个连结啊 在实际上就把这个 印太的观念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们 有非常多的这个能源原料 都是从印度洋 从非洲 从这个中东 穿越这个印度洋 进到太平洋 所以这个印太战略的形成 基本上是在这样子一个 角度支撑之下 当然这个安倍的基本概念呢 那是在这个 更早的这个年代 在小布希总统的这个年代 大约十几年前啊 就已经形成要对抗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他们 日本的这些战略的概念 是连结印度 澳洲 美国 把它连结起来 像一个钻石联盟一样 那他最主要的基础 就是说这四个国家 都是民主的国家 都是经济要推向发展 所以就是说 简单来讲 叫做钻石民主联盟 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这个用民主联盟 正好对比中国大陆 他不是民主的 这种政治体制 所以在这次啊 这个川普呢 在这个旅程当中呼应了这个安倍 所以说他在菲律宾的时候 原先呢 是有美国日本跟澳洲的这个战略三角的联盟 这个会谈 那另外呢 美国日本跟印度的这个领袖呢 他们三国合在一起的这个会谈 那这个印太战略的形成呢 一定要建构成四个国家的领袖 能够坐在一起去讨论 当然他实际上的机制啊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也许知道 美国跟日本之间 有一个所谓的二加二的这个对话 二加二的意思就是 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大臣 跟这个防卫省的大臣 那美国呢 就是国防部长跟这个国务卿 两个双方的各两个 就是两个国防部长两个外交部长定期对话 那到目前为止 美国是跟日本跟韩国还有澳洲呢 他们是有定期的这种二加二对话 如果说这四个钻石联盟的国家 要正式成型的话 那似乎就是说这个二加二 要在这个四个国家当中形成 四加四 对 不是四加四 变成八个人啊 就是四个国家 那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跟这个国防部长都要定期形成在这个机制里面 那当然我还是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川普的这个战略概念基本上是非常空洞 那这个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过去的总统每次到亚洲来 比如说欧巴马或者是小布希总统 他们以前到亚洲来参加这些会 他们带过来就是美国版的亚太战略 要求大家来配合 可是呢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川普来 基本上是空壳子 他来这边基本上是要赚钱 所以说提到这个亚太战略 这个印太战略 大家要问说他具体内涵是什么 从美国角度来讲 他是没有具体内涵 他的一些简单的这个政策论述 基本上是从安倍 从日本这边这边过来的 因此啊 这个当然就说要落实这个印太战略 基本上就是说这四个国家 民主的国家 他们其实俨然的就有一个潜在的竞争 或者是敌对的这个对象 那就是很明显就是中国大陆 那这个钻石的联盟要形成的话 看起来最积极的就是这个安倍首相 因为他在这个各种形式的这个需求之下 他要拉动这个川普 因为他也知道说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对这个军事外交战略呢 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说这一次川普到东亚来 这个安倍呢 似乎在形式上 慢慢的形成了这种战略的思维 要把这个川普呢 框进这个这个架构里面来 所以说这个印太战略呢 基本上是从这个经济实际的这个形成当中 这四个国家呢 慢慢要把它推向军事安全的这种战略联盟 换句话说 这四个国家基本上是 事实上也是对于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的大战略 那么心生这个还是有所这个谨慎 那么一定要有一些对应的一些做法 所以呢 这个四个国家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其实是最怎么讲 最采取比较怀疑的态度 质疑的态度 跟这个戒胜恐惧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四个国家首先在经贸 跟这个地缘政治经济上面呢 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跟中国大陆近年来非常积极的 对外拓展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跟行动力呢 希望能够有一个balance的一个效果 那从这里头还希望再进一步的衍生到 刚刚讲到的就是军事安全 区域安全的这些合作 然后到了一个高举 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这个价值 可惜川普对这个价值 其实不感兴趣 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美国总统出访 从来不把人权的问题 相关的这些民主自由价值的问题 挂在嘴边的 他一句都一个字都不提 所以这是这一次呢 虽然日本呢是首当其 就是说刚刚讲了 是最推动的最大力的 其实印度跟澳洲也在这上面 其实也蛮积极的 我觉得态度也蛮积极的 所以在东盟的系列会议之前 印度美国日本澳洲呢 在12号就是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其实是有正式的 就马上举办了四方会谈 就是有一点要balance 在APEC跟到这个东盟会议里头呢 不让中国大陆好像就是 一路主导的这样子的态势 过于明显 他们还是有另外有一个 不同的小圈圈 在跟他们做一个balance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未来就如同 刚刚这个刘富国教授所提到的 由于川普缺乏这些深层的思维 跟大格局的一个布局 还有长远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某些东西的坚持 使得这个四个的联盟的感觉上 跟中国大陆主导的力道 比起来感觉上就是比较弱了 不过呢这个东西呢 还是有待观察 所以讲到底呢 其实呢还是经贸的力量 那这个经贸的力量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中国大陆主推一带一路 那么其实我一直很关心的 就是RCEP 因为我讲过非常多次 今年是东协的50周年 那么在东协峰会之后呢 他们马上呢 在年底之前的这段时间 就要召开了相关的会议 就是RCEP的会议 那么这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更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RCEP不要有进展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说 RCEP的发展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快速一点 为什么呢 虽然大家的旗舰很深 但是中国大陆似乎要加大力度的 去主导RCEP的谈判 所以呢 李克强要亲自出席 RCEP谈判的会议 那李克强亲自出席 我想就不可能让他空手而归 我已经李克强亲自来了 就一定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进度嘛 否则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 很重视这种事情 所以这次RCEP的谈判 恐怕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会不会形成的初步的框架 确立呢 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待会请教这个刘富国老师 怎么观察这个RCEP 以及这次李克强 更进一步的 更大胆的提出了 东亚经济共同体 我一开始讲的 那这点也请教这个刘老师 这一次整体上 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形容 就是川普高高兴兴 就像这个来逛这个市场一样 这个几个国家经过 然后大家呢 当然是看到这个最强的 而且是最特殊的一个政治人物 大家都跟他握手 都跟他照相 很热闹 可是呢 基本上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了 他从这个日本 进了日本以后 一直到这个离开菲律宾 基本上呢 是没有一个战略蓝图 也就是说没有很清楚的战略 他规划到底是什么 但是相对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他的战略蓝图非常深远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郑立文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继续请教刘富国教授 那么接下来马上登场了 这个RCEP的谈判 李克强要亲自参加 而且李克强的首次 他在这个东协的峰会里头 他是在东协跟中日韩 十加三的峰会里头 提出了他的六点建议 里面包括了推动东亚经济 共同体整个请教一下刘教授 刚才延续啊 我们我们正在谈的这个议题 就是说比较川普跟这个中国大陆 不管是习近平李克强 那这一次从这个习近平出席 APP高峰会 李克强出席东协的这些系列高峰会 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大陆一出手 就是一整套的战略 一整套的这个区域里面 他们叫做领头羊的这种规划 而且他领先好多哦 他有点让我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 那这个是整体 台湾到底是要怎么这么好 整体上来看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中美两个强国 在这个区域的竞争呢 那就是看到说当前这个情况 美国基本上在这个政府 现在政府领导之下呢 他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蓝图 他只是加强关系 尽量的表态 那我们变成美日的小跟班 美国都没有方向了 我们更没有方向了 是啊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密切去研究 这个注意中国大陆的整个发展 当然看到他们政策的这个 用大陆的术语叫政策的出台 或者是说他们颁布新的这个政策 每次这个一颁布以后 从这个军事安全 然后外交呢 一直延伸到这个区域经济 或者是这个一带一路 相关基础建设这些计划 只要大陆一公布以后 我们仔细去研究 就会发现说 它整个就是已经是一个 长期脉络发展 一套的这个战略 就是正式公布 那公布出来 不仅仅是研究的人感到震惊了 就是区域 这段时间呢 我们在东南亚 接触到的这些朋友 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 也就是说对中国大陆这个大转变 结构性的转变 大家都非常惊讶 但是在惊讶之余呢 这个其实其他几个国家呢 慢慢的在过去几个月 就是导向这个中国大陆 其实在台湾呢 我们听众朋友也许都还记得 东协十个国家 最后一个靠对的 或者说最后一个这个表态的 就是这个新加坡 那新加坡呢 因为这个从去年暑假 一直到上个月 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呢 有一些紧张了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中国大陆 在利用这个善用这个外交 所以新加坡呢 也展现它的这个弹性跟灵活度 那李显荣去访问了 这个北京跟习近平见面 跟李克强见面 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见面 把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关系的 把它这个理顺了 那但是呢 整体上我们在观察 就是说东协十个国家 基本上在中国大陆 非常稳定非常有计划 而且这个大战略格局的 这种引领之下呢 大部分都已经慢慢的跟随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 还有大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下呢 他们是现在连接 连接上了 那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 从这个南宁 从这个昆明呢 已经开始这个 这个建造这个高速铁路 要连接到这个曼谷 再从曼谷呢 一直延伸到新加坡 贯穿这个整个中南半岛 那这个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 那这个刚才 立文特别提到说 这个李克强在这个 峰会上面呢 提到了这个东亚经济共同体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更大格局的这个思维 因为呃 之前呢在这个十年十多年前呢 就是这个东亚高峰会正式形成之前呢 其实这个区域里面 日本呢也提过 澳洲也提过一些 去亚太 这个共同体的这种概念 也就是说把这个亚太整个容纳进来 但是呢 现在中国大陆呃 因为有这个一带一路 作为这个基础的铺陈 跟这个区域的国家慢慢的连接 虽然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媒体报道 我也觉得说 我们应该更广泛的去去报道去了解 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些媒体 特别只报道 这个区域的国家 对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质疑 对他可能当地民众 这个呃 有一些心理反弹 或者是有负面的这些讯息 可是呢 更多的是 我们在国际上看到 很多国家 沿线的国家呢 大家是非常正面 都已经跳上船 跟中国大陆靠拢 然后跟他们签约啊 不管是基础建设 海港交通 等等的连接 就是刚才立文特别讲的 互联互通 那这个互联互通 我们看到的形式就是 这个高速铁路 还有高速公路的这个连接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这个网路上 网路还有这个电信 透过各个层面 那这个 这个很可怕 他的东亚互联互通 是路上海上天上网上 四位一体的连通 换句话说 实体的跟虚拟的 就是网上的 他通通都要连通 而且 他的东协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 是2025年 我的天哪 今年2017年 他在2025年 他就要做到 这要把我吓死吗 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不仅是有这个战略规划 而且他们还有这个时间表 来推动这些大计划 还有时间表 是 这个我们在台湾的 这个一般的 一般人不太注意到 也许都没有 没有注意到说 中国大陆其实在一带一路 我们只知道说 他有一带还有一路 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 然后还有路上的这个陆路 经过从这个欧亚陆块 一直到欧洲 现在还有一网了 一带一路再加一网了 这个两个月前 这个大陆的官方正式宣布 他们要经过北极 他们有冰上十手之路 哇这个这个是目前 因为北极荣兵了 所以现在可以穿越了 他们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货物 互联互通 就是穿越北极到这个欧洲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这段时间呢 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些领袖 特别是很喜欢跟中国大陆 特别是习近平推销的这些经济 他们是等于就是正式接招 因为他们相对之下 美国呢什么招也没有 而且都还在切断这个全球化 世界的这个经贸自由化的 这种动向 所以说整体来讲 这个中国大陆整个的 这个经济战略的这个规划 跟一带一路的衔接 接下来就是刚才 立文特别点到 我们在台湾非常耳熟能详 这个RCEP 这个RCEP呢 因为在这个越南这一次啊 开这个APE高峰会 原来的这个TPP 是我们马英九总统 蔡英文总统都一直在强力推销的 认为说这个是我们台湾在走向 区域经济自由化 经贸自由化的一条路 因为美日主导嘛 我们就比较 因为他没有 他不找中国大陆参加 所以我们就不会被中国大陆挡住 起码啦 对 只要我们开放美株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 原来啊 在这个欧巴马 还有日本的核污染失评 在这个欧巴马时代呢 这个欧巴马是把这个TPP拿出来当成经济战略 对抗中国大陆的这个RCEP 就是对抗这个RCEP嘛 但是呢 很不幸的就是川普上台第一天他就退出TPP 所以说这个安倍也知道说他责任重大 他在这个集团十二个国家里面 他是老二 所以现在老大不管是老二跳出来 在越南这一次啊 他们签了这个进 就是签了TPP十一个国家的这个协定 所以这个也给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刺激 就是说RCEP这边如果说都停摆 也没有进展的话 他很难跟这边来做一个对抗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就积极去推 虽然有很多人讲说中国大陆有很多 这个不利的因素 但是呢刚才这个利文特别点到说 这个李克强已经正式宣布说 RCEP开始要讨论要谈判的时候 他一定会正式出席去宣布中国大陆的利多 还有他的这个动力 但是在目前呢 整个区域里面去观察 就是中国大陆他的这个经济动力 以及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动能呢 他将会带动这个整个区域发展 这个都是区域的所有国家领导人 在密切观察的 所以说虽然他有很多不利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 像越南呢 菲律宾呢 这个国内里面对中国大陆 质疑挑战 还有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多 可是他们政府现在 在整个大形势之下 也就只有跟中国大陆合作 所以说这个将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在区域里面发展 所以说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东亚的经贸整合呢 的速度是加速的时候 那么台湾怎么样被边缘化 或被遗漏的这个忧虑就更深了 而且我刚刚在讲了 如果中国大陆都设下了时间表 跟东协也就是整个东南亚的 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是2025年就要产生对接 那么配合他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以及未来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而这中间台湾到底要扮演什么的角色 我们能够抢到什么样 对我们有利的战略地位 还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智慧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发言权 然后我们的位置我们未来所有的国家的一个发展 是被别人决定或者是被世界遗忘 台湾真的是孤岛 台湾那首歌可以拿出来唱了 再请罗大佑唱一次 叫做亚细亚的孤儿 请刘教授做一个简单结论 这个目前呢 这个从周边国家来看 虽然这个比如说越南跟菲律宾 他们跟中国大陆已经这个明的对斗争 暗的斗争已经是几十年 可是他们看到这个大形势在区域里面 中国大陆现在是做主导的力量 所以他们非常现实利益地转变他们政策 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 怎么样去面对两岸问题 真的是